我真的真心建议表友们 如果你们都到南站了 那必须必须做三个地铁站 来到南部找西门 哈喽 兄弟们 大家好 这里塞门西门 然后今天是来南站送一只126610 那这一块表呢 我曾经在白云机场那边也是送过一只的 那为什么说就送这只表呢 因为这一次的表友跟上一次的表友是一样的 都是用无力黑来换有力黑 那昨天他们在家里跟他聊完之后呢 刚好昨天又刚刚到了一只 然后最后就选了这一只了 那这块表呢是一个22年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许布天报告的 橙色非常亮仔啊 这块表 当时买是一个一手的全新未使用 然后这表友用的真的非常贴心啊 而且小心翼翼的用 所以他整体的橙色都很新很新 几乎很少带 刚好这表友又想找一个同橙色的 那他那块呢也是贴模使用22年的 那这一块也是贴模使用22年的 那现在到南站的这个P4停车场 然后直接进站内的话 把这边直接一个通道过去就可以了 那无力黑跟有力黑呢 他就差一个日历 但是外观是这样子 其实他基心都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他这两块表的行情呢 是差2万多的 那这一次表友的话 只是补了一个1万8亿 因为昨天我想了一下 我两块表加起来都挣不够3000块 如果这样子算的话 但是我看也不默契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直接就很爽快的跟他答应了 也没有说要加钱什么的 那现在就他在星巴克内等我 但我直接过去了 完 学们那在星巴克这边收完这个无力黑了 这个无力黑呢 他是贴模使用的非常新 那到时候在车上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真心建议表友们 如果你们都到南站了 那必须必须做三个地铁站 来到南谷找西门 刚刚那表友就是很后悔 他说啊 没有做三个站过来这边找我 起码都可以去我工作室内试一下表 然后现在只能说表换表这样子 那这块无力黑呢 他是加了1万8换的 然后我算了一下 其实这两块表加起来 我都没有三千块的利润 实在是最保值的款 而且他全新买回来 当时是5到8万的 现在7万回收 他真的是本于亏了几千块 几乎没亏了 因为他是一手全新的 然后现在就变成二手 在我收的非常顶了 这块表 希望能有人人卖出去吧 走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无力黑 整体的橙色很新 而且侧边这里有贴膜 那宝卡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宝卡在这里 宝卡是22年9月份的 那今天呢是带了Bennie出来 那感觉怎么样啊 出来跟西门收个表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是什么意思 非常极品的 有没有觉得 塞门收表有点简单了 哈哈 本来本来我当时是跟他讲补2万的 他的心理预算不是补1万8 那我想一想 补1万8的话 其实也有钱挣 但是会少了很多 那既然他说 以后也会介绍朋友啊 或者怎么样的 那我就也爽快一点 那今天塞门带的一块 是这个江斯丹顿蓝面的 那最近VC的行情真的是有点惨 跌得很 跌得很刚嘛 粤语就是跌得有点惨 然后APPP就还好 那劳力士也是回调了一点点 那我觉得年前入表是不错的 也选择 那么最近呢 建议大家就是暂时不要看其他品牌了 特别是江斯丹顿 那劳力士现在是黑冰糖前几天还跌了2万 然后有力黑跟无力黑呢 都稍微降了一点点 但是其实这两款表呢 它波动不大 有力黑呢 全新的话 现在是10万楼下了 已经可以拿到了 98500左右吧 然后 无力黑的话 现在就是8左右 接近800不到8 现在做的最优惠的 就是这个价格 那这期视频就是无力换有力 虽然是简简单单的 一个日历窗 但是它整一个表等于升了一个级别 机型也是不一样的 那有什么需要 连续期吗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这里是蔡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